为什么我们大朋友的苗黄叶黄得这么的厉害 而且黄得非常的均匀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正常的植物的分离现象 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的植物秋天了一直都会发黄 有一些植物的叶片黄的就特别漂亮 其实你看这个月季的叶片黄的特别漂亮 它是这个叶片自然衰老 它为什么会衰老 因为这个叶片你会发现黄的都是中下部的叶片 我们这个苗是去年的9月份种进来的 那这些枝条就9月份之后长的这些叶片 但是它经过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 然后冬天我们这大棚里也会有零度零下 冻了但是冻的不是那么狠 不像我们露天叶子直接冻坏了 它没有冻坏 这连冻伤都没有冻伤 但是信号已经告诉它了 天冷啊你该休眠了 就像我们秋天那银杏叶一样 慢慢慢慢的下面这叶子它就黄了 但由于在大棚里面 我们这个叶片没有被恶劣的非常强烈的阳光照射了 在大棚里面皮排少 我们打药的频率也少 叶片被腐蚀的也轻微 所以说它这个蜡质没有被破坏 那么它这个黄就是很正常质 你看它就是一个正常的黄 这个叶片就像完美无瑕的一个绿叶 正常变黄 这就是一个正常过渡 也就是说我们在家庭养花 尤其是像我们滑南一带 包括像福建 浙江南部 是90月份长出来的叶片 如果这个时候环境没有那么恶劣 然后等到冬天的时候 它也会有这样的黄的 可能它上面会有几个斑点 它不影响 这个黄都是正常的 不是任何病 但是由于它的低温时间很短 我们在大棚里 可能就两天温度零下 其他又都零上了 然后顶上的芽还在正常长 枝叶还在长 根系活力还很直 所以说它就自己形成代谢掉了 这就是自然黄化 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它不是病 也不是说有什么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在正常养月间 我们4月份长的叶子 其实到7月份自己也会黄 好了 这个黄叶 什么话 应该也会经常会经历的 不要惊慌 都是很正常 我是天狼 下次再告诉你 黄叶是因为啥原因